今天是5月2号 我们两只小鸭昨天晚上各自度过了一夜 因为其中比较小只的这一只鸭 玩水玩得全身湿漉漉的 为了避免它湿温 特别第一次把它放回孵化箱 利用孵化箱的恒温以及湿度 但是就没有给予饮水跟饲料 经过了一夜 感觉它适应的非常好 因为毕竟那是它出生的地方 今天也特别思考了 如何避免它玩水盆玩得太湿 那就特地运用了我们自制的一个给水器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大气压力的原理 让我们的鸭子永远都有水喝 又不至于在年纪太小的时候玩了满身湿 现在在学无处的一脚 透过无私灯泡这样的一个照射 让它身体保持温度